负离子是什么? 原子或原子团失去或获得电子后所形成的带电离子叫离子 负离子是指带一个或多个负电荷的离子,以称因离子 负离子的发现与应用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 第一个在国际学术会上证明负离子对人体有功效的 是德国物理学家菲利普·莱昂纳博士 负离子不仅能塑成人体合成和储存维生素 还能强化和激活人体的生理活动 因此它又被称为空气维生素 空气中负离子的多少受电离条件特殊性影响而含量不同 公园、郊区田野、海滨、湖泊、步步附近和森林中含量较多 因此当人们进入上述场地的时候 头脑清晰、呼吸舒畅和爽快 进入吵杂拥挤的人群或进入空调房内 则使人感觉闷热、呼吸无畅等